画面中一群民众大声欢呼 还有人拿起手机拍照 现场不时响起热情鼓掌 看似摇滚巨星开演唱会 但接受民众欢呼的却是瓦格纳佣兵集团 只见瓦格纳战士从卡车上和热情的民众一一握手 甚至有爸爸抱起小孩让车上的战事亲吻 之后一阵掌声尖叫 所有人挥手欢送瓦格纳卡车开走 瓦格纳集团结束兵变后 连夜撤出俄国南部城市顿河畔罗斯托夫 而在瓦格纳准备撤离的当下 现场聚集了大批当地人 居民夹道为战车喝彩 当地还出动警察维持秩序 不过路旁的人潮越来越多 见证瓦格纳的战车和战士登上撤离的车队 还有人抓住机会和瓦格纳战士合照 居民向瓦格纳道谢 又当场嘘寒问暖 仿佛舍不得他们离开 之后车队在警方开道下 缓缓离开市区 夹道的人群不肯散去 高呼瓦格纳 瓦格纳战士也从车上隔空向他们致意 而瓦格纳首脑普里格金的坐车出现 又引起一波高潮 还有居民上前和普里格金握手 狂欢夜过去隔天一切照旧 尽管不少人庆幸没有演变成更大冲突 但也有人同理瓦格纳的处境 东欧网媒指出瓦格纳和普丁政府作对 却受到民众英雄式对待 显示恶国境内局面相当不妙 而这恐怕也成了普丁的隐忧 华世新闻陈刚 卢佩君报道 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掌握多元的新闻资讯 当然也包括体坛动态 就要锁定华世新闻频道 还有订阅华世的YouTube频道 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